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都因为舒尔茨热爱咖啡 上班族人手一杯咖啡提神醒脑 舒尔茨打下咖啡江山 1987年星巴克从西雅图一间小咖啡馆开始 扩大成为北美连锁咖啡 1996年8月更在日本东京银座开店 可以说是星巴克第一次在北美以外的地区开店 迅速成长为全球知名品牌 其实舒尔茨曾经在18年前首度卸下执行长职位 但2008年回国去年再度辞退执行长 转跑道着重在创新和社群计划 现在投下震撼弹宣布退休 只是舒尔茨先前多次对政治提出看法 甚至言辞批评过从商业转入政坛的 共和党籍美国总统川普 外界揣测现在舒尔茨引退咖啡界 会不会转战政坛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舒尔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表示 或许考虑转战公职 不排除角逐竞选白宫 但未来一切都还没有定论 最终目标只是想为民服务回馈社会 舒尔茨希望外界对于他的退休不要过多揣测 想为国家服务并非一定要透过竞选公职才能达成 64岁咖啡强人舒尔茨转换跑道品味人生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许我林整理报道